你去吧 波尔回来了 波尔 你可不可以 把你的车挪一下呀 咱们都不是说好了吗 那个车位是我的 我亲爱的嫂子回来了 你可以把车 停在我哥的车位上吗 陈素啊 先生 昨天下午就收拾好衣服 说要在外面住两天 要不您把车 先停摊的位置上吧 自己的老公彻夜未归 你这个当老婆的 也是够称职的 我家不是住什么外面 你看你现在 都胖成什么样子了 女人呢 就应该时刻提醒自己 男人越来越值钱 女人越丑越危险 克里斯人家大老远的 跑过来一趟 我哥当然要热情款待了 不去外面住 难道还要住咱们家不成 而且有你这多不方便呢 克里斯 哪个克里斯啊 当然是我哥 大于同学了 一个是校花 一个是校嫂 多般配啊 要不是我哥回国的话 你这大嫂 应该也没什么份吧 哥 我嫂子知道你跟克里斯在一起呢 她现在正气气冲动 都要去桌奸呢 你可要小心一点啊 她怎么会知道呢 又是你跟她说的 哎呀我不是故意的 我就说克里斯要过来看你 她非要认为你们俩有一腿的 她这么小心啊 跟我有什么关系 过了 先生有没有说住哪儿呢 我看先生拿走了游艇的钥匙 看来是嫌酒店都不够隐秘密 姜村 姜村 给我出来 姜村 姜村 你怎么来了 你以为你怼到游艇上 我就找不到你们是不是 怎么这么出话了 出来 给我出来 不行 你是谁 我是操操合法妻子 你是谁啊 姜村 你们慢慢聊 我已经走了 不要了呀 你怎么打人呢 你这个女人脑子有问题吧 姜村 我告诉你 你还是处理好你的家务室 在来找我 我在你这儿耽误的时间 已经够多了 把她说记住你 够了 放开 你人都打了 你还要怎样 怎么了 都不该打了 你简直是无理取闹 你不想在这儿 请你们俩吵架 有什么事 确实要也找我和你 葛瑞斯 葛瑞斯 你把她管理开 我不想跟你找我 怎么了 你想因为她跟我离婚 我告诉你 门都没有 姜太太 你怎么来了 我上个医生 葛瑞斯呢 走了 合同呢 还在这儿吗 我的合同还没签哪 咱们又结外生枝了 我去找葛瑞斯 这个葛瑞斯 葛瑞斯 满意了 葛瑞斯 我不像你想的 你握住 我在工作 她大老远从英国赶过来 她为了倒时差 我不想打扰她休息 你是迁就她住在这儿 对不起 是我太冲动了 我会到 给她道歉行吗 你忘了我们的约定吗 我没忘 难道我们要这样冒合成立 过一辈子吗 你以为我想吗 想想你的过去吧 我已经记不得 你当时的样子了 姜村 先生 先生你醒醒啊 先生 先生 先生你别睡啊 先生 先生 先生你醒你 你别睡啊 先生 先生你别睡啊 classrooms 停车 又想起三年之前 车后里看见秦英苏的样子了 秦英苏把心理的时间都忘了 不知道是他记不起来了 还是我认错了人 那你就直接跟秦英苏提呗 他不忘了 提有什么用 走吧 看起来 出现了 这就是 小芝 小芝 老院长 小芝 准备请客吧 这一次的选拔 无论从比试 技能展示 还有吴静明投票 这三个方面 你都遥遥领先 我们原领导 商量了一下 决定你作为 这次选拔的 唯一候选人 过两天就会公事 我想 不应该有什么 反对意见 提前祝贺你啊 好了 谢谢 谢谢王院长 这么多年 多快了你再陪我 不然我哪有今天 这是你应该得的 你说这个小芽 她要有你一半的努力 我也就不发愁了 下次说话 能乐背着点人呢 妈妈 我就是说给你听的 一天疯疯癫癫 每个正行 你看人小芝 马上就要当教导主任了 真的 那可得好好庆祢庆庆 走走走走 那我去找我 去吧去吧去吧 你看看你男朋友 身边那女的是谁 这是谁啊 你是不是傻 你问我这是谁 女博士 挺厉害呢 我相信她 那就去问清楚啊 有什么不好问的呀 我要是冤了她 我赔礼道歉 哎你干嘛 你别给她打 喂 喂 小芝 你说 啊 你在忙吗 你说 嗯 你晚上有空吗 我们好姐都没见了 哦 正好我晚上有事找你 那咱们晚上八点见 行 那晚上见 这不就得了 记住 晚上一定要问清楚 谈恋爱不是这么谈的 你不都老让了呢 知道吧 嗯 来来来 让我来 小姐 你后背流血了 你没事吧 小姐 小姐 医生 这里还有病人 快 护士 快送急救室 这个女孩为救刚才 那个病人受伤的 伤势不清啊 你放心 我们会安排急救的 你是病人家属吗 不 我不是 赶快联系病人家属 在病人家属来之前 你去帮忙给她登记一下 好 会留下来的 毕竟 你看 你不想和你 传给你 我听见你 我听见你 我听到你 我听见你 你听见你 你听见你 没想到 我怀了一女孩 会成为我的女朋友 所以没有想到 你会喜欢上我 我知道 你愿意嫁给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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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一眼 你愿意嫁给我 我不信 你妈一直都反对我们俩 不想追头去 你先给你求婚 你 都让我们不要试顺 你还能帮我们的 你加上我 你加上我 要拿钱我会给你 我毫了 小雅 你 你们 你别这么看着我啊 我跟你说 我 我我是 本来也要找他 替你算账的 结果被抓来当了苦力了 你看看你 小致 我知道这三年 我妈让你受了 不少委屈 但你要相信我 要娶你的人是我 要跟你过一辈子的人 也是我 相信我 我一定会让你幸福的 我只要你 我只要你 我说小妍啊 你说咱都多大岁数了 整天还滴 我说 咱能不能 学学人家老堂去 请个小时工 花不了多少钱 你想什么呢你 儿子要去英国了 不知道给他省省啊 虽然是公派 可那用得是英棒 省省 小妍啊 来 这儿 来 这儿 啊 博士 博士给你们 买的用途装 还有K-Story的面膜 阿姨 商场又打折了 不要商场一打折 就什么东西 都往我这儿买 你喜欢的 不一定我喜欢 叔叔 我歪息吧 不用 别戴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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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霍芝啊 你别洗了 我有话给你吃 爸 我来吧 不是不是 买钱马上吃完了吗 霍芝啊 这几年 你和我们林生在一起 我呢 的确对你有些可可 既然就要成为一家人了 以前的事 你也别放在心上 谢谢你阿姨 同意我跟林生结婚 我知道以前很多 做得您不满意的地方 我以后一定会好好努力 做陈家的儿媳妇的 知道就好 知道就好 我们林生啊 从小就很优秀 年年考试拿第一 现在呢 又是设计院的骨干 我和他爸 在他身上 没少花心情 可真是没想到 算了 不说这些了 既然林生喜欢你 我也拦不住啊 我就是想说 希望你们结婚以后 你能好好地照顾他 毕竟 英国那么远 我想照顾 也照顾不到啊 什么 英国 谁要去英国啊 是他们设计院 派他去英国诺迪汉大学 进修两年 喂 小致 咱不是说好去看电影吗 时间不早了 走吧 你要去英国吗 林生啊 你没告诉霍制啊 我还没来得及说 小致走 我慢慢跟你说 你是没来得及告诉我 还是根本就没打算告诉我 你什么态度啊 林生工作那么忙 这点小事忘了又怎么了 再说了 他是要带你去英国 如果不是我们家林生 这辈子 你哪有那么好的机会 阿姨 可我也没有说要去英国 你不去 谁照顾林生啊 可我也有我的工作 而且 我马上就要升到教导主任了 什么教导主任呢 不就是看看孩子的事吗 你那点工作 哪有我们领生重要啊 阿姨 这根本就不是谁的工作重要 这是我们两个人之间的事 我们俩会解决的 等等等等 等等 什么叫做你们俩人之间的事啊 要不是我们领生去英国 没人照顾他 我才不会同意你们俩结婚 要怎么去 你可想好了 原来是这样的 陈连生 你好样呢 小致 你别睡 真是 人那么小啊 脾气还不小呢 好啊 陈连生 算得很 什么 他们家也太会算账了吧 哦 合着娶你进门 就是为了找一个免费保姆啊 陈连生这妈宝质子 真的太过分了 我找他去了 哎呀 哎呀 小眼你就别跟我添乱了 我都会烦死了 你有什么好烦的 现在不是你去不去英国的问题 现在是你在成家地位的问题 哎 你要是真嫁不去 你还不得被他那个妈欺负死啊 哎呀我不是在意这个 我就是觉得 你说这事他要是提前跟我说 提 怎么着 提前跟你商量 你还真打算辞职跟他走啊 他还敢来 呆着 陈连生 获之心软 我可不是好惹的 知道吗 小致 对不起 不是我不想早点告诉你 而是出国这些事 根本就还没确定 这都是我妈一厢情愿 觉得我肯定能走成 所以你妈才同意结婚 就是为了给你找一个 免费的保姆 你也别说这么难听 我妈 她是有私心 可她为什么不找别人呢 其实在她心里啊 还是认可你的 你可是高材生啊 设计院的骨干 我呢 我就是职高毕业的 连大学什么样 我都没见过 小致 我不许你这么说自己 小致 我说过 在我心里你是最好的 小致 你也知道 我妈那个人死脑筋 我早就跟她提过 我要跟你结婚 可她就是不答应 没想到 这次因为出国的事 她反而送了口 所以我就觉得 所以你就想先领了证 其他的以后再说 都说你最了解我了 陈寗生 你这样会让我更为难的 你知道吗 如果到时候领了证 你又不去英国了 妈肯定会怪我的 又怪我因为我 你没有去成英国留学 放心 不会的 再说 还有我呢 你 你这什么表情啊 只要我们结了婚 我一定护着你 那我们说好了 我不去英国 我真的很喜欢 幼儿园的工作 小致 没问题 其实 我想早点跟你结婚 也是希望给自己 不定心玩 我要真的去了英国 两年呢 万一 你跟别人跑了怎么办 那你万一 要是找个金发毕业的 养妞怎么办 我绝对不会的 小致 你就当是为了我们 赶时间答应你妈 跟我们把证理了 到时候 看下怎么样都行 好吗 你说你结个婚 婚礼不办 结婚照也不拍 他们老陈家上辈子 拯救了全宇宙吗 哪找你这么听话的儿媳妇 哎呀 其实 这也是妈妈说的 也有道理啊 我都没有爸爸妈妈 更别提什么亲戚了 再说了 这个结婚照 能省就省点呗 行了 你愿意委屈自己 我可不愿意 今天死吧全套 算我的 那怎么行 就当是我送你的结婚礼物 不许说不行 当不当我是朋友 小雅 谢谢你 走 病人 我都没有 快 伤心 可以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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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先走了 喂 你好 是陈太太吗 这里是国亚大酒店 您之前预约的 枫叶免费试吃活动 已经交到了 您能二十来吗 能 能 来了 来了 已经在这个店门口了 好的 好的 我们恭货您的官邻了 或者 姐对不起您了 可真舒服呀 萧衙 我可是穿你的福 来这么高大上的地方 结婚前 我也没什么遗憾了 那你可不得 好好感谢我 我怎么着 也得让你 漂漂亮亮地 去找结婚照呀 我跟你说 这结婚照可得照好看 要不然 只能二婚的时候补开了 我还没结婚呢 你说什么呢 快给我呸呸呸 呸呸呸 一会儿我们去做头发 头海 反正还有几个小时 我就是陈令生的人了 这几个小时 随便你这么折腾 好 怎么样啊 手机没人接啊 她是不是反悔了 不可能 她也许是临时有事呢 小植你别着急 我再打个电话试试 请 陈令生不会 无缘无故爽约的 她会不会出什么事了 比如说 手机没电 车子泡芒 不行 我还是去她家看看 你没事吧 我陪你去吧 不用了 你帮我在这儿等着 万一她来了 你就联系我 我去了 好 好 阿姨 我一直都联系不上 陈领生 你知道她去哪儿了吗 阿姨 陈领生是不是出了 什么意外啊 怎么 要是领生出了意外 是不是正合你意啊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是小植来了吗 开门啊 有话咱们好好说呀 阿姨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就是你看见的 这么回事 霍芝 我正式通知你 我不同意你和领成结婚 从今天开始 你们俩 不再有任何关系 快 开门 开门啊 这怎么回事 不快 你看这多不好 他敲门那么大声音 让林玉听见了 以为咱们家出什么大事 这 让他们俩见个面 把话说清楚 不就行了吗 就就就 你放手 你太不放手了 我说你 对不起了阿姨 我一定要跟陈领生说清楚 不 妈 你到底要干什么呀 好啊 你都敢冲我吼了 这个女人有什么好啊 你为了她 你敢吼你妈 妈 我没有 你别生气 咱们有话好好说呀 还有什么好说的 霍芝 你一没学历 二没家事 三没本事 这些我都忍了 谁让我儿子偏偏喜欢你呢 可是你现在脚踏两只船 给我儿子戴绿帽子呢 我是绝对不会允许 像你这样的女人 进我们陈家的门 你知道吗 阿姨 我没有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我都亲眼看见了 老天有眼 让我在你们 美丽结婚争以前 认识了你们的真面目 敏生 听妈的啊 立刻跟她断了 妈明天就去给你找一个 比她好一万倍的女孩子 妈 我相信小植不是那样的人 这里面一定有误会 阿姨 如果你后悔同意 我跟陈琳是结婚 你可以直说 但是你绝对不能 侮辱我的人格 人格 像你这种女人 还有脸跟我谈人格 是因为我们李生 这么善良的孩子 才会受你的骗 我早就应该想到 你接近李生 就是不怀好 妈 你别这么说小植 妈不会害你的 李生 听妈的啊 给她断了 妈 你别说了 小植 我不知道 究竟发生了什么 要不 要不你先回去吧 回头我再找你 不许去 我把妈放这儿了 你一辈子 都别想进我们陈家的门 你马上跟我走 走 小植 你给我站住 你要是敢追他 你 你就不是我儿子 这到底是为什么呀 小植 小植 我知道这三年 我妈让你伤了不少恶趣 但你要相信我 要娶你的人是我 要跟你过一辈子的 人是我 嫁给我 我一定会让你幸福 喂 苏莉 你生意怎么这样 我听你说的 到底怎么了 你怎么在哪呢 你去哪儿了 话说一半就挂电话 再给打又不接了 你怎么了 我们分手了 分手了 我找不见你 跟他没关系 是我后悔了 我不想结婚了 屁呀 你从谈恋爱开始 就想嫁给陈领生 你后悔 是陈领生那个鸡皮妈 后悔了吧 妈 你干吗呀 你把手机还给我 妈 干吗呀 妈 谁让你假装甚至的 你在尽管我人身自由 你要是觉得 我侵犯你人身自由 你可以去告我呀 有本事去法院告我呀 要不然我们断绝母子关系 我明天就把你 从户口本上除名 你看看 你看看 我们养了快三十年的儿子 为了一个女人 跟他亲妈吵 小燕 小燕 陈颜凯 有 Zeccum 木律师 不知道你睡了没有 明天我家里房子装修 我得赶过去 你帮我带一下班呗 好 冯老师 冯老师 刚才有人让我 把这个给你 是谁啊 不认识 是个男的 谢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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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霍老师 佳老师 你可是家里有事吗 今天 你怎么给我代班的 园长给我打电话 说班里的孩子丢了 孩子丢了 不可能啊 嘎嘞孩子一个月都不少 怎么可能丢呢 你到班里看一下吧 童谷 您有没有看到童谷啊 童谷 看到了吗 童谷我刚坐在这儿 看到童谷了吗 没有啊 童谷 我 我得赶紧给孩子 叫上打电话 出事了就完蛋了 或者你闯祸了 你知道吗 童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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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佳老师 咱们还去游乐场吗 咱们去游乐场 我去买票 在这儿等着我好吗 喂 这是110吗 这儿有一个走多的孩子 我马上过来处理一下 霍枝 霍枝 孩子找到了 找到了 他在哪儿啊 在排出所 快去看看呀 你们这些老师和家长 是干什么的 这么小的孩子 能让他随便乱跑吗 对 都跑得过街天桥上面了 多危险 这车来车往的 要这出一点事怎么办 是 这是我们的责任 我们幼儿园是封闭式的 出现这种情况 还真是第一次 就是你们管理疏忽 这么小的孩子 他能自己跑出去吗 你知道这可能吗 是 是 你们啊 应该采取一点措施 现在啊 拐卖儿童的特别多 小朋友啊 告诉警察叔叔 是谁把你带出去的 如果他是坏人 叔叔一定会抓住他 童童 快说 石祸石祸 我来吃 童童 你可不能看老师的玩笑啊 好啊 你 你是什么老师啊 妈妈 怎么就这么负责啊 妈妈 接不接着 孩子一个人看出去 停在那儿妈妈 冷静呀 你冷静丢了 你怎么犯呀 你看啊 肯定是的 孩子这么小 不会撒谎的 妈妈 你 你坐好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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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坐坐 坐坐坐 不要 不要 你先让她回去吧 我疼她 霍迟 你先回去吧 我疼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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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哭了 你都哭了一整天了 怕什么 孩子都找到了 他们还能摆得怎么样 可是我是被冤枉的呀 为什么所有人都不相信我 怎么 你不会也不相信我吧 我怎么可能把孩子扔在大街上呢 即使我不相信是你干的 可是你有证据证明吗 王院长 事情就是我说的这样 我问张阿姨了 她说没有人地址条给你 你说我该相信谁呢 不可能 我们可以当面问张阿姨的 今天早上张阿姨到老家来电话 说她儿子生病了 她一大早就急急忙忙赶火车去了 请假还是在电话里请的 既然 既然说不清楚 我也不能连累您 那我辞职吧 霍迟啊 你看这样行吗 你先回去休息一段时间 等我们把这件事情搞清楚了 你再回来上班 行不行 谢谢王院长 谢谢王院长 女士 你好 你是想买房还是想租房啊 嗯 我想租一个小一点的房子 来 您请进 你看啊 这就是我们的号号套房了 那这边呢是厨房 这边呢是卫生间 应有尽有的 那虽说呢是破旧了一点 但是我们这儿的地理位置啊 非常好 交通似合马达的 你想去哪儿都方便 来来 这是您的钥匙 那好 好 有事给我打电话 来 再见啊 再见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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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谁啊 我 我是这个房子的租客呀 你是谁 我是谁 我是这房子的房主 姑娘 你被骗了 她是我的租客 仗着自己啊 在房屋中介工作 当起了二房东 这房子啊 上个月我就收回来了 她呀 人也跑了 建议你 赶紧去公安局报个案 或许损失还能少点 像你这种女人还有脸过谈人格呀 是用我们领生这么善良的孩子才会受你的骗 好啊 你这是什么老师啊 你这是什么老师啊 什么老师啊 老师妈妈 老师妈妈 对我接一下好不好 好 你给我解释 你给我解释清楚 你也好不好 好 老师啊 你先回去休息一段时间 等我们把这件事情搞清楚了 你再回来什么班 你再回来什么班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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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吃 快进来吧 进来呀 站这儿干嘛 去沙发那儿坐这儿歇一会儿 你啊 就把这儿当自己家一样 我知道 你心里有很多的疑问 我又不会走 慢慢地 我什么都告诉你 好吗 你先喝点水 休息一会儿 然后洗一个热水澡 好吗 好吗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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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тако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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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智啊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些钱你先拿着 以后有姐姐 什么事都不用担心 原来 我们是双胞胎姐妹 妈妈 你们 为什么不要我了 你可回来了 先生早就回来了 八成都已经睡了 你怎么不早 给我打电话呀 我亲爱的嫂子回来了 这白天晚上 都见不着你人影 有什么事 比我哥还重要啊 喂 我这不是已经赶回来了吗 早点休息啊 晚安 这跟我说什么呢 跟我这转移话题啊 肯定是做什么 亏心事 心虚 我有说你最近的脸色不好 我也觉得是这样 我建议你去安医生 那儿去看看 好美 秦英素 你心思不下定决心 怀孕的事就瞒不住了 谁啊 好美 我 有没有什么事 明天再说吧 累了 我刚才做噩梦了 然后睡不着 我可不可以 跟你一块儿紧紧啊 手机借我 干嘛 来 来 安洁啊 睡了吗 太好了 太太睡不着觉 你到她的房间陪着一下 就这样 怎么了 不舒服 你好像脸色不好 别忘了 周四下午要去安阿姨那儿 和我一下麦 给你开点药 奶奶 你怎么了 我没事 怎么不舒服 好 你自己拿 多送一次 走吧 好